我幫你做一下回應跟說明 事實上其實我們並不是把榮基這件事情 一定都是把關或者是看得這麼多 那其實在這個捷運 現在就是西里東延跟萬納市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兩個突破 可能也要再跟委員做一個報告跟聲明 基本上第一個是說 對於這個圓榮基的部分我們是很尊重 就是包含像我們現在看到的 裡面上這個七層和東域的這些陳情 他們其實當初陳情的意見就已經有主張說 因為他們本來蓋的時候 79年蓋的時候他們的榮基是350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我們應該要承認 那如果按照在公展之前 或是在去年9月17號開會之前的話 你連開你都是用你的法定榮基來算 那法定榮基就是越多人持分 那當然大家分的就越少 所以呢基本上 法案局、捷運局、市政府的第一個努力是說 如果你的圓榮基是比較高的 基本上我就先確保你這個圓榮基的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某種程度 他也故意跟回應到一部分 土地所有權人的訴求 那第二個是說給予這個 0.5倍的法榮 事實上呢 其實這個部分是要適用這個 都市更新條例的部分 你要走都市更新的部分呢 你才可以有圓榮 去加上法榮的0.3倍 那我們這邊呢是法榮的0.5倍 其實可能各位長官可能 或者是各位委員都應該非常清楚 其實在台北市的榮基其實是非常的具有價值的 那我們從0.3提高到0.5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其他額外的要求 或者是要幹嘛 他就已經增加了20%的這個法定榮基的獎勵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我們在上一次專案小組開會之後所新增的部分 所以這是兩個希望能夠協助這個案子促成的一個觀點 那第三個部分是委員也有提到說 確實可能有一些法榮或是現況榮的解決件 他可能有調整的空間 那目前發言局在思考這一塊 就像剛剛星老師提到的 就是這個公平跟利益的這個分配的這個問題呢 不會是說每一個基地自己來說 我有什麼因素所以我就給你 因為事實上我們還是要回歸到一套比較公平的運作機制 所以發言局呢 從去年年底從邊廷來了之後呢 到我們現在下一個議會議會的會期 其實我們也會推出這個榮基移轉代金 就是組成的這個榮基銀行的這個制度 原則上也是希望說 如果像你這樣子在捷運周邊的基地 或是你這個基地的趣味條件比較好 基地條件比較好的話 你有往上增加了空間 那你就來買 那買來的這個錢呢 這個部分當然我們會易住公共建設業 某種程度其實取得的部分 也要去解決相對台北市 相對我們這個基地來說 其實有一塊更長久以來 其實是沒有被照顧到的 就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那公共設施保留地的部分呢 其實比如說像在仁愛圓環上 它還是有私有的土地 它已經被大家行走 使用了這幾十年 它的這個權利的這個部分的照顧 或是其實我們15公尺以下 這些公共設施的部分 它其實我們目前出估 台北市的公共設施保留地 就已經有上千公頃了 所以其實如果資源是有的 好 這個利益是有可能的話 其實我們會覺得那一塊的照顧 可能會是放在我們目前比較優先的一個部分 那但是對於我們為了促成這個捷運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是有兩項來突破 可能也讓委員有一個知道 謝謝 好 那首先要提及各個委員的這個法規意見 確實這些意見都發人申請 我想我們當然會朝務實公平跟資源合理分配的角度去推動 所以我這邊也要講一下 就是說新一東延段 其實這個部分 市政府已經付出非常多的清血 剛才我已經講說全國出的錢 其實按照目前中央政府的財政困難的時候 它已經有新的制度了 就是說它要地方要提高資產率 像在台北市要求你這個資產率要到 門檻是35 然後最高到45的制產率 中央才50%的補助 所以在一百二十七億的情況之下 那目前算到這樣子 中央只出十幾億 不到二十億 一百多億都是市政府來出的 對現在拖了 反而是拖到 對所以拖了 對市政府對民眾都不公平都不合理 所以這個部分我特別講了 就是說 因為這裡面 就是說市政府光這個 剛才講他說都根都根 其實我們在聯合開發裡面 還這個地 光土地的取得費用就花了快三十億 三十億左右 包含地下船員 那這裡面呢 很大的部分就是 我聯合開發跟都根很大的一個不同 就是說我還有要付拆遷補償會 這拆遷摸了好幾億 那都根是沒有這塊 因為他已經算到那個 那個那個 貢獻的那個 那個都根的那個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這個 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其實在這個地方 對於地區的民眾 或是地主來說 已經有非常優厚的一個條件 我跟各位說 謝謝